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脈無傷》 我是主持樹齡 是 毛蟹 鏡花先生 歐洲旅行團組就各自回來了 歐洲人歸位 所以非洲人走了 非洲人過了亞洲 講了很大爭議性的紅毛女 我都見Facebook有很多人在說 我不是這樣解的,不是這樣解的 我覺得我都是那句見仁見智 有些解露方式 我不是強迫大家接受的 不過它是有另一類的解法 等同於我們接下來要講這一套 看你了,鏡花 為甚麼是看我呢?請問 上次的樹齡叫你做《動脈無傷》的良心 你的意思是想我表達的是 看你怎樣可以良心去解讀這一套作品 但我要講一講 我們香港的良心是亞視 已經死了 自稱苦 我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編劇很沒有良心 而我很有良心地被欺騙了 太單純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接下來的編劇 和監督他們不停說 冷靜一點 下集會很精彩的了 你不知道去到後期 他已經不是用這個說詞了 他已經不是說下集會很清楚 是叫你看下去吧 對,看下去才行 對,貴求支持 你知不知對一個良心充滿著愛與包容的一位觀眾來講 在最後的時候我只能夠說 我作為一個鼻片 真的覺得好像很天真一樣 就和那位公主一樣 真的覺得 甲鐵城的卡巴萊尼 作為一個今季裡面叫大片 都是大作的了 無論各方面的資金也好 什麼都好 就好像一個大堆頭的製作 終於都完結了12集 我會這樣看的 其實他只是一套 看了《進擊之巨人》電影版之後 然後接著 你知道什麼叫做 你說真人那一套 還是變成真人那一套 我想他強調是真人版那一套 你知道什麼叫做 好的作品 複製 爛船都總有三分釘 然後他是借作複製品 再去複製一次 其實我都不覺得 直到最後那幾集我才發覺 其實這個問題 我發現那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寧願 他如果是複製這些巨人的話 應該複製得徹底一點 現在的感覺就是 看到那一種劇情紅 那一種角色好像很有型 什麼都拿進去 盤子裡 把材料放進去 然後煮一碗湯 就覺得很OK 但其實最後就是 三不醬 不過我聽過 一些小道消息 不是小道消息 是我在哪裡聽回來 我已經不記得了 所以我不敢亂說 就是說 其實《鴨鐵城》構思的時候 的時間是早於這個 《轉擊之巨人》 但落實 整套東西出來 整套東西 就遲了很多 所以究竟誰 原本是構思這件事 其實我就不敢亂說 這個結論 因為始終他不是說 剛剛好就是接住了 《惡劇人》 那一班出工時 他就馬上出了 沒辦法去改動那個劇情 其實我覺得這些事情就是 我想編劇的東西 撞巧 或者剛剛有些人吃正那條水 都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最佳的例子就是 魔獸的電影 其實他也是撞了的 他撞了之後 他整個劇本改 他還要改到什麼呢 他是不計公本 就是完全重拍的 這些大家會有個擔心 就是說 如果你是有版 拍得比他更加好的 那當然是沒問題 我覺得就是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 是大河內 對他自己這個腳本 他有一個自信 還是什麼 但是如果不是 其實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在這方面 做一些避言 或者是應該說 知道了 用這種手法的結果之後 去再做調整 但是 看到的就是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影子 在裡面 固然我覺得 這套東西最大的問題 都未必在一些 微細的位置 這套東西最大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作為一套 就是開頭 其實簡單來說 喪屍屠城 然後就著草 這個叫做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逃亡之旅 我叫做一個 在這個逃亡之旅裡面 騎乏坐火車 去接觸每一個城的不同人與事 這個世界好美好 其實已經這樣發展 然後每個城去拯救一些新患者 然後就開始 就加入同伴 那樣 真的越來越寬鬧 整套東西變得 這套東西 原本其實 它可以是塑造到很簡單 就是什麼呢 某種意義上 你跟好像是 Overman返鄉戰士 那種 其實他們是不停 要去帶一個目的地 說 我們終於知道 有個地方傳言 說那裡的 什麼什麼的卡巴內利 就沒有了 或者是進去不到 你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 或者 原來卡巴內利 有什麼天敵 其實它是可以做這些 不需要做好像現在 它有一個套路就是 是一個國家的制度 但是 這個國家裡面 你從來沒有看到 這個國家 有什麼實際的支援 那個城倒了 我倒了 接著用一下樹林的說法 其實某程度上 你見到 我有一個火車 有些怪獸 好像在追喪屍片 我想 喪屍片 有些結局 可能都是 可能變回一個 去一個不知什麼地方 其實某程度上 去火車上面 有些公路片的味道 其實公路片 我想 就 比較簡單 你都是追追續續 其實我覺得 你怎樣追12集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追追一下 就變了 開始變了打陣地戰 所以其實就是 剛剛講的編劇信心的問題 你給我的感覺 就是大後來反而沒有信心 你如果一口氣的 做公路片也好 一味喪屍屠城也好 都可以了 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你做卡巴內利的事情 我很天真 你覺得這套動畫 真的講卡巴內利 那你後面 為什麼突然要說什麼 復仇 說什麼 過去人類的毀滅等等的東西 其實是不是需要呢 其實有 我想它是想表達 裡面其實有個 要有個目的的 不可以說 如果你只是純粹 是一個 極端的世界 生存 那是一套 那可以做六季的 他不會做六季 他只是一季 那一季 又要打出一個旗號 其實我有主線 那你就一定要 一個原因給他 他後面的東西 老實說 你說到我們的大摩頭 美馬 其實這個人我可以解釋 我們之後可以慢慢說 但是你說實際上 後面前面的劇情 我都覺得是有少少 就是脫了 前面好像說 營造到那個世界 好像很絕望 也都說到人是互相互不信任 後面突然推過 這樣的主線出來 不過聽了一個大摩王彈出來 喂你不說你的大摩王 即是你大摩王一開始不出場 不要緊要 你可不可以背景知道 早些交代 而不是出來才跟我說 喂十年前有一場戰爭 你知不知道 喂我真的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第一集跟我說 首先整個劇本裏面 背景設定是完全不嚴謹 甚至是什麼呢 你是那一集 某一個位 他需要到一些理由 去作一些設定出來 OK 這個是一個問題 但我再回回 剛才我們說的主線 那部份 即使你是用一個 Walking Deck的套路 或者什麼 其實他現在這個套路 主線 我再說 你一個主線 你是一個12集的 他不會有extend 有多貴 他是一個起承轉合 即是怎樣為止圓 即是圓的位 即是圓的位 即是圓的位其實是什麼呢 他是Bow Hustle 我逃出了這個Walking City之後 那還有病毒的 我怎麼辦 不知道的 我有錢就拍巴薩爾 那一隻說我有錢就拍巴薩爾 所以現在他要做貴 問題是回到那件事情 就是我們可以說 你可以是Bow Hustle也可以 你可以是Walking Dead也可以 你公路片也可以 其實他呢 那個開頭跟那個結局 是match的 但中間那六集 不知道為什麼做了什麼 出來呢 這個是問題 我或者是這麼說的 我開頭說 逃生或者不停的 叫做遷徒 其實有點像遊樂民族的片 叫做幾喜歡的 其實是什麼呢 他們要去補給 在一些中途的補給役站 我忘記是第三集左右的劇情 總之暗無明堆毀了那個孕婦的位置 他們是需要什麼呢 有些好像鎮地形式的東西 不是每次都是入城啊 那些東西 你會不會看到 這個世界現在是怎樣的 中途有這樣的逆站 但是老實說 在情理之內的發展 其實大家能夠接受 但是一些超出情理意外的東西 我們才會說 你全都上了 簡單來說 如果現在這套卡巴內利 真的在Walking Deck做陸櫃 好了 有個尾馬出來彈出來 中途BOSS 我覺得很好的事情 就是一個充滿著卡巴內的世界 有些人想利用它 我覺得很正常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來做最終大結局的BOSS 這些劇本 他沒有試圖 他一季將整個起城之外 就說世界就是這樣了 你要吃 這樣的勇氣的話 其實你是不需要有很大的負擔 你純粹壓縮那個世界觀 我只是看到這一部分 然後你說 中途裏面我看到一些人 他可以日後變成什麼 他是Side Story的外傳故事 其實很多故事都好 有的 就算你接下來的小婦婦魔女 他中途裏面有很多浪費的人 出現之後沒事的 開頭的時候 但是他extend了另一個故事出來 他依然可以擴大這個故事的世界觀 或者我再簡單來說 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想很多主持都會覺得 純粹是兩樣東西 好價不由 首先第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本身主角群 那個甲鐵城 其實是一個很平民的感覺 就是一堆平民 坐著一架普通的甲鐵城 就跟著他逃亡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要撞起一個驚天大陰謀 就是兩樣東西 其實不是很拉得來 驚天大陰謀 應該要找勇者去打 不會找平民去打 就是你可以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麼 驚天大陰謀 我覺得你應該早些去 揭露這些東西出來 而不是告訴我 做了五、六集一些很平民的翻經 然後才走過大魔王出來 告訴我 你一看他出來 就知道他已經是波士 然後告訴我 其實我們最終打的波士 是他 而且他其實不是搞這些事情出來 我告訴你 美馬根本是整件事的受害者之一 我明白 這裡各位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一個平民角色 其實我們可以用回魯魯修做例子 魯魯修因為他背景設定 他是一個王子 當他獲得力量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人物 你會知道就是 他不需要解釋他有什麼資源 就算他是一個落爛王子也好 當他獲得了力量之後 其實他有智慧 你知道他應該知道 他怎樣可以爬上去 但是就是 身軀這個角色 作為一個什麼都不是 純粹只不過是什麼呢 技工 我拿了無面超人的腰帶 我現在可以變身了 這樣的故事 你要等這個角色 他慢慢爬上去 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其實要花費的故事情節要很久 這個是原因之一 所以那個故事到後期 就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甲鐵城那群人在做什麼 跟主線的大局是沒有任何關係 他硬讓他們為何有聯繫 但是要進入這個美馬的故事 就是說 哎呀 身軀原來你會好想保護這個無名 跟無名相生相愛了一段 所以我們都想救他回來 所以就要救他 也不是 不太完善 美馬這個角色其實很大程度 會表現到一件事 就是 他自己常都掛在口邊 幾件事 就是藥肉強食 討厭一些軟弱 討厭一些恐懼 討厭一些恐懼 那些三種東西 其實全部都表達出來 那我告訴你 身軀在很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表現了這些東西出來 但是他會嘗試誇一下他 就是好像一開始 他會知道 在那些怪 那些卡巴非常難打 他會自己去想方法解決 而不是好像那些武士 拿著那些車射不進 但是明知要射 然後看到那些人 看到就要走 就是覺得很恐怖 是一片恐懼 而不會想一個方法解決 或者這樣 他這裏那個世界觀 就是說鬥爭 或者反抗的信念在裏面 就是他覺得 沒有東西是解決不了的 只不過是個方法還沒找到 而剛才阿毛蟹所說的 那種就是 沒有的 打當然要照打 反抗當然要照反抗 但是我知道 我是打不贏的 其實你看到裡面 阿薯寧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 身軀有一種 什麼都解決到的 你可能說比較天真 但是他會嘗試去找方法 一件事 無論你說打卡班尼也好 你說真的無名 變回普通人也好 其實這件事 在故事上連貫 但是你去到後面 你是不覺得 你的感覺上 純粹就是看到 只有一件事 就是他很天真 剛才阿鏡花所說的 他說到鴨鐵城的班人 沒有什麼用 其實我認同大部分 就是唯獨是山區 對於本身尾馬 他是有一個呼應 至於無名 他有一個特殊重用 是因為他本身卡在中間 有一些經歷 跟他兩個都會有關係 所以才會用 至於其他鴨鐵城的 那些小夥伴 那些花瓶 其實就不太重要 這個是真的 我或者這樣說 你說現在 以說回 每一個角色 在現在這個故事裡的心態 身軀那種不安於現狀 的心態 他覺得 不要說是不是他自己 他覺得是有辦法解決 他未去到就說 不行 這個世界 只有我解決到這個問題 他沒有去到這個信念 他只是純粹說 凡事皆有可能解決 為什麼要這麼早落決定 他是這種心態 無明那種是什麼呢 無明是接受了 當然是在乎他的身份 和他的力量 他接受了 尾馬灌輸給他那一套 因為就是 曾經是弱者 之後變成強者之後 他不願意再去面對 他弱者的時候 他面對的一些困境 他希望他自己永遠保持 在強者的立場去行事 然後你說 無論去到其他的 窗袍 沒什麼性格可言 其實特朗普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比較討厭一點的角色 雖然說花瓶 其實你看到他 又不是說 垃圾到好像 完全沒有那種 統領者的氣派 他有的 但問題是 他的氣場壓不住 你看到他某些行動 其實是 好像第三個電影集 當大家都懷疑男主角的時候 然後他是親身去用話刀刺他 如果他那隻真的是怪 他會死的 為什麼他都會這樣做 或者這樣說 這個純粹是他自己的設定問題 他沒有在這個世界觀裏面 所謂的貴族或者城主 那種高人一等的姿態 他的思維上 他保持了一定的彈性 因為他 他未被這一套影響得太深 因為他 依然他那時候 只不過是一個所謂城主的女兒 即是叫做貴族得高望重 但他又未接觸到任何的 所謂在這套戲裏面 所謂政治 什麼的考量 所以他的思維 是保持了一貫這類型的設定角色 一貫的彈性在裡面 你說如果那種顯著就是什麼 已經深受那套思維的影響 其實是擺在來了身上 他那口有份量的說話 就是 到底你把刀應該指向什麼敵人 其實同一個台詞 在最後一集也有說到一次 類似這樣說 就是 把槍是否指向這些人 應該要打破的 人與人之間的格幕 和猜疑 那時候無緣無故 愛與和平上身 包容 但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應該要唱歌 唱歌才解決到問題 沒有看Micros 不是印度片 特朗普那一句話 在第三集說是很有說服力的 因為在乎於他那時候 他自己的身份 以及就是處境 但最後那一集說這句話 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 最後那句話 其實那句話本身是很有份量的 你不要忘記特朗普 是引萬人入整個戲 明明他在這個角色裡面 沒有任何地位 但他講這句話 就給我感覺就是 那一刻大笑了五秒 就是覺得很蒼白無力 你明白 在這個位置上 我是給了一個Credit 是特朗普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有流行 因為他知道他什麼 其實我其實 我講這句話 都是會出事的 我是打算拼一拼 找一句話 打一打你 然後他又說 已經打到你們了 明明那個形勢 是對你不利的 但你說一句話 很有道理 然後很有威嚴感 說出來之後 那些人怎麼都會窄一窄 但那一幕就是好笑的原因 就是這一點 特朗普 我會覺得特朗普 其實兩眼真的有 有兩三眼 但其他情況就變了 因為始終你是 達鐵城本身的關鍵人物 你不可以拿他父親出來 如果他拿他父親出來 故事就跟著他父親的方向走 你一定要拿一個 他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決策力 因為他是剛剛上任 剛剛上任 剛剛上任 你什麼都不太決策得到 你可能要很多時候 找人其他人幫忙 那就對了 這些角色 你先不會做豬隊友 偶爾給你兩三個鏡頭 你出場 可以威一威 那你就解決了你的問題 其他時候都是做什麼 賣文 對 這個角色完美 其實我告訴你 這套戲最合理的角色就是這個 他跟內曬的角色 其實是分擔了決策 或者一些艱難決定 簡單來說 內曬是一個醜陰的角色 又跳得遠 又可以一個斬幾十個 你才不要理這個 總之他是一個比較慢的角色 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 找他解決的 只要不是打王 那些就能解決得到 他就是後面的工具人 其實只是送藥給阿珊 對 你是一個決定的面子 男豬隊友打不完 不要緊 我再加上人給你 那你就可以一起打 他打幾個角色不要緊 他有把劍就無敵 簡單來說就是2P角色 是人家無事 知不知道 角色上 聽了這麼久 大家都很強烈 其實很想說美馬 我聽了這個字都白了 OK 在這套故事 叫做貫穿了後半部分 應該說大半部分的劇情 就是這個叫做美馬的角色 因為首方仲是唯一 叫做在這個世界裏面 能夠擊退卡巴內的一群人 等同於什麼呢 他是調查兵團 美馬作為他們的首領 有一個叫做魅力在裏面 就是這個一定是救世主 當然他擺出來的樣子 其實就是很大河內式的 這一類型的角色 無論你叫光柚 好像是什麼 即是捱 或者曲基石裏面 那個王 其實他一定都不可測 你知道他是奸角 就是一擺出來的樣子 角頭都立起了 Gatsby上了 粉紅色 還挺搶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有粉紅色 你看到他設定頭 設定了兩個小時 你就知道 那一定是奸角 你看看 盲主角的設定頭 是兩秒鐘上場的 隨便擺脫掉 就可以搞定了 而美馬這個角色 其實是引致整套 交接性 完全崩壞的一個角色 OK 這個角色 首先他很簡單 其實 在他的計劃裏面 其實他一直想毀滅 現在這個世界的制度 他算不算毀滅制度 我覺得他常常想毀滅到爸爸 其實我覺得一半半 最大程度上是復仇 這個肯定的 這個肯定的 但是不是100% 可能只是佔一半 這個我都覺得有待相確 因為本身 美馬這個角色是蠻複雜的 要由他十年前開始 十二歲的領軍開始講起 我覺得 要再一個前置點 是由 在21晚突然之間 大風吹熄了盾燈 他爸爸因為盾燈熄了 就毀滅了 而劈了他 尾馬一刀 他恐懼 然後由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是很詭異的 大風吹熄了盾燈 劈了有馬 有馬你死得好慘 劈了尾馬這個角色 然後跟著 是很順利的說 為什麼會恐懼 就變成恐懼了尾馬 是風吹熄了盾燈 不是什麼尾馬 然後跟著說 爸爸我跟你玩個遊戲 最適合爛燈 大哥 爸爸也跟阿比馬說 我恐懼就是誤判 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就是誤判 你就可以插到你 很簡單 然後理由是什麼 他是恐懼 黑暗而已 那 尾馬不是代表黑暗的本身 我想也不是 我想那個年代 好有趣 世界的設定時間點 我想都很多人歸咎 正如一開始說 你感覺上好像精氣時代 制度上又好像日本戰國 那樣的 我想那個年代 你可以理解為 就是 都是那種 黑暗上 就是很多暗殺的事情 所以那些人一看到 已經關燈了 會不會有些 鐵花板吊武士 引自己下來砍那些 那這些反應 你能理解到的 很明顯是世界線 不是很跟著來走 明明是武線 不是很箭火槍的 你就明白了 然後因為 叫做什麼 他越來越恐懼尾馬 他這個兒子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派了他去 一個十二歲的年輕 派了他上去九州 對付這個 為了修復失地 然後到他就打贏的時候 他們突然斷了 斷了後方的補給 他們兵敗如山島 然後美馬就在這個時候 就立下了他心 他要為復仇 為了殺死他爸爸 而繼續斟責求全 我就這樣解讀 黑暗中斷了他 其實美馬不是說 將這件事放在心中 是忌恨他踢 不斷中美馬 而是忌恨 不是忌恨 應該不是忌恨 是討厭 討厭這個爸爸 是這麼愚弱 對這些事這麼恐懼 其實為什麼會不斷強調 這幾個東西弱 強食、餘藥、恐懼 這些就是他爸爸本身教他的 他爸爸教了他什麼 他爸爸就是 表現到自己有多麼軟弱 表現到自己在何時 學了多麼恐懼 恐懼自己 恐懼黑暗 什麼都恐懼 到派兵出去 四十萬 不要緊 打完之後 不給補給 他們死了 這時候美馬學到什麼 十二歲的一個年輕人 在戰場之上 沒有任何後勤 沒有任何人幫忙 跟那四十萬筆一起 抱著等死 他學到的 就是弱肉強食 所以其實 他整個重心 即美馬 他所不斷說這三樣東西 其實就是他父親 間接教到他這樣 沒錯 沒錯 弱肉強食 這件事就是他人生的全部 其實他不想做英雄 喂 我有得減嗎 大哥 在那個時勢你是死 要是你就做英雄 你打贏了 你可以戰勝到這個疫境 你就就是做英雄那個 所以其實 美馬很可愛 這個角色 怎麼這樣說呢 你說他是不是復仇 我覺得他就算是復仇 他只是說 單常討厭一個這樣的老爸 一個這麼愚弱 這麼恐懼 對所有東西 這麼害怕的老爸 同樣其實 故事裡面的人類一樣 你不覺得嗎 為什麼 我覺得有好象徵的意義 為什麼美馬他這麼執意 要推倒那幅牆 兩次都要破壞那幅牆 那幅牆 那幅牆是什麼 在巨人的世界也好 在隔鐵城的世界也好 自我保護 為什麼你要自我保護 你恐懼外面的世界 但問題是 美馬證明了給你聽 我在外面的世界 他是生存到的 美馬第一次戰鬥的時候 那些人說什麼 好厲害啊 那些人出城打 喂 這些就是他們一般人的感受 在城裡很安全 在外面玩 我很害怕 人類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 為什麼一開始 美馬對身軀保持一定的興趣 在他殺了程鑫的時候 他說一句 OK 我就是會根據你的答案 決定就是 我能不能讓你加入我 這個 這個是來的 其實你看到 他是有收同伴的 他收的同伴 其中幾點就是 要堅定 要無謂 這些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其實他不斷挑戰自己的上限 下上限還是下下 我忘記了 沒關係 為什麼呢 最簡單一個很可愛 我們很少在BOSS看到的一個特色 劉瀚 劉瀚 劉瀚就是證明什麼呢 就是證明那個情況 他是沒有遇到的 其實他是沒有Pan B的 他甚至連Pan A都沒有的 沒有所謂 我按多個制裁就可以了 你明白嗎 是心是死 輕輕柔名 那一幕那個位置就是 他知道有人計劃一些東西 但是他不知道有人計劃什麼 到了就是 他一個前步下 回來說 我現在來就是為了暗殺你的 不過 如果你肯收回我做男的話 我可以背叛他們 然後 美馬就說 根據我們剛才那套理論 對他來說 他覺得這些所謂的背叛 不適合我的 不適合我的 不適合我心中那套尺 所以說 我不會再收你做部下了 那一刻其實是很帥的 那一刻 但是 到了那部下說 恩愛成恨了 劈他那一刻 然後他是敵漢 你那個位置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你只能說他是什麼 他 他不是一個 自為自己那麼高的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 那一刻那個敵漢 你覺得就是什麼 他不是一個 哼哼 我猜到你的啦 的角色 我視他為他 為什麼會敵漢 因為他一直都抑壓自己的恐懼 其實 除了這一幕敵漢之外 我記得他有一幕敵漢 就是滅火 就是當他變成核心那塊東西 那樣 拿著把刀衝過去 去殺美馬的時候 他都滅了漢 其實不止的 當他打那個 黑血漿 在滅火那裡 他都問 你是不是很害怕我 就是他有什麼對白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為什麼有做這麼多事情 這個原因 就是想驅散自己心裡面的恐懼 我告訴你 我已經是萬人之獎了 我不需要 而且他是要超越的 就是他一直都是告訴你 其實他一直以來 就是他爸爸也是這樣說 他爸爸教了他 他不可以恐懼 要的肉強食 他一定要堅強 他不堅強 他怎樣可以撐得起自己 怎樣可以令自己生存下去 所以他面對很多情況 他告訴你 他的敵行 其實他也是一個普通人類 原來你發覺 他告訴你 其實他不是什麼救世主 他不是什麼最終的老闆 你甚至看到他最終 可能說 暗殺他爸爸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 暗殺他爸爸 看到他爸爸那麼鬆懈 不要緊 第二件事 令人們自相殘殺 為什麼人們自相殘殺 因為恐懼 你是不是怪來的 然後就離開你了 他看到那個場面 就是他最討厭的人類的場面 互相恐懼 不信任 軟弱 無力 他最明白這個方法很有效 老實說 我告訴你 其實他想著 你說得對 你說他像毀滅世界 其實我覺得也像他想毀滅全世界 我覺得那種態度是什麼 他是做一個選民的工作 他是希望 由他帶出來這個淫為的災難 如果能夠在這場災難裡面 站起來的人 你們就有資格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等同於是真人電影版裡面的兵長 他還是還有這件事 沒有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質疑是崩壞的了 我覺得現在的人類是缺少了 什麼 人類應有的求生本能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他進入金剛城之前 火車路軌上面說的那段說話 就是兵長上面的那段說話 就是現在已經是一個 一個魏力強射世界 你一旦起來出來打 一旦你就死了 我就不敢說他是不是真的去到那麼雲 但我覺得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其實我覺得他還沒想到那麼深 我也是這樣說 他可以有最終BOSS那種 就是說 其實我只是用一個震撼教育 去教育你們這些人類 讓你們這些人類 懂得堅強 懂得勇敢 懂得反抗炎 圍起覆腸 用一些老舊的兵器 去對付這些怪物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機會 但我覺得更大機會 他其實純粹是復仇 復仇之後 他很討厭這些人類 他不斷摧毀的人類 但是他想做些什麼 其實他是追求不了的 為什麼他最後一集 要跟這個山區單挑 他其實覺得山區有一件事 就是他不放棄 你看到他看到山區 這個 就是拍了藥 打了針 嘩 變了殺人 都不知道什麼鬼 的樣子 他其實是馬上說 我下去跟他打 我要體驗一下這個人 我要看看究竟他堅強 還是我堅強 不是很認同這個位置 其實 因為 在前期裏面 OK 去到 由復仇那一節 開始說他復仇成功 他又死了 還有就是 他所謂的 在這個政權裏面 一些核心人物 因為猜 因為恐懼 因為什麼 而自將殘殺死了之後 然後你看到的 其實 美馬這個角色 他那天是 坐在那裡 其實他不知道自己之後 應該做什麼 對 所以我不是說他明明是這樣的大計 總之先走了 然後他叫他的部下 他說 行 你們走吧 這裏的事已經完結了 之後的事是什麼 你看到的就是 到了那個人 上了甲鐵城的位置 我告訴你這條出路 但其實他們這群人是什麼 純粹逃生 其實 在說什麼呢 這個純粹是一個復仇的計劃 而後面就是 剛才 無懷所說 我是不是要測試自己的見面 那些事其實是 很曖昧的那些位置 其實就是 因為對他來說 他要面對身軀這個不屈不撓 打擊 放了幾多次 他都再次站起來 其實 那個問題就是你 如果以他的信念來講 這個人 就正正 是他追求的那個目標 其實就是 你知不知道 最後為什麼 山區生存 就是給他 只是給他 打子藥給他 而那個位置 因為 尾馬 這個角色 去到後面這個角色 其實很有魂味成分 未必一定 我自己都不敢說 這種解讀 究竟是怎樣 那裏有兩種解讀方式 剛才 無懷所說的解讀方式 就是說 他看到這個人 最終他達成了 拯救無名 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其實不是不可能的 大家只是射之藥 就是你射不射的 就是 站在他面前 作為一個 叫做什麼 阻礙他的角色 然後 最後 給你一個 credit 射這個白膠槍 不知道什麼 白血章 對 白血章 但是 另一個解讀就是什麼 其實是 尾馬這個角色 其實他跟他父親 都是一模一樣的角色 因為 你看到的 無論他面對身軀的時候 他 偷襲也好 的東西 然後 最終打藥給他 其實是什麼 其實他為了求全 因為 你如果以這個設定來講 他自己 雖然他也是卡巴內利 他自己也是 這個也是後設 他只是掛斷才可以 說一下不一顆 你也猜到 我覺得 他又綁著這條頸 所以你也猜到 你不需要一個人 可以在那種頸環 亂戰場 可以生存了那麼久 然後 他是為了解除他 超越了卡巴內利的力量 然後因為 求全 你看到就是 因為他中間裡面 他的行徑 其實他不是說什麼 信念 他純粹是什麼 我不想死 其實我覺得 反而他不停在沉死 我覺得 他說他想報仇 他是不是真的說 不報不可 我又覺得 又沒有去到那個程度 很有趣 很簡單 他用這個燒火的時候 燒火暴走 差點殺到他 這些真的沒有Pan B 其實如果這個是你計劃一環 你沒理由沒有Pan B 又或者你可以不用這個方法 你可以打得開前面的城門 沒有可能的 其實我覺得 他不斷在做好事 挑戰自己的底線 去看看什麼時候 自己去的 因為他死不重要 其實死真的沒有所謂 他依然都是貫徹到自己人生 他死了為什麼 因為他遇到一個比較強的 遇到強色的世界 是對的 為什麼我很認同 就是最後一幕 他打山區的時候 他真的很雀躍地走下去單挑 你見過他有多可不可以出去單挑 沒什麼可 當然是馬做的 他要去單挑 就是要去試驗 就是剛才所說的 試驗哪個比較強 哪個堅強 哪個更加適合在這個世界身上 我這樣說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在一個定義上 是在一套東西裡面不清晰的 沒有人說的 其實是一種解讀 對的 但這種解讀就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我們廣泛定義上的弱欲強食 不是說你必須要成為最強 或者是你不容許有一個強過你的人 因為弱欲強食其實是什麼 說的是你自己的心態裡面 就說 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弱欲強食 當然會有捕食我的人 但是現在的case裡面就是 他不停就說 我是要證明 我是最強 就是跟弱欲強食這個定義是兩件事 這也是兩件事 證明我自己是這個世界最強 我是嘻嘻嘻 還有就是說 因為弱欲強食的意思 他講的那個概念是什麼 強者能夠生存 不是說只能夠得一個強者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概念就是什麼 他應該殺殺全世界的人 只剩下他一個 所以股市就崩層了 還有強者的概念 其實 你是單一個人的強者 還是一個組織而言 你可以用守抗眾的概念 去對付政權本身 是一個union來計 一個組織和組織之間的強者 還是一個個人來計 我看不到一個原因 是他要個人和人單挑 其實組織上的事情 第一件事要講一講 你看到那個組織是很面目無謂的 就算他的小兵被人罵了 他都會跟他講 接著我來交給你 他就自爆死了 這群人很明顯 就是受著美馬的發言 或者思想影響 令到那群人很無謂 這群人應該最適合在這個世界生存 因為他真的不害怕死 他對這些事是無懼 他會去面對這些事 至於你說為什麼美馬去斑挑 我始終會覺得 他的組織其實那個方針 和他本身的CEO 就不是一致語 沒錯 因為如果你要那個組織 按你的思路走 是不可能的 他的思路其實是不平衡的 甚至可能他做的事是沒有目的 復元仇 他都說坐在那張燈上 他那件事 就是那個畫面是什麼 兩個字空虛 他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 我還記得他應該說了一句 接著來應該做什麼好 破壞什麼好 其實他是沒有目的的 因為這樣 我想大家可以 首方眾那一節 其實可以從一個位置看出 首方眾他們那幫人的行事 尤其是他那幾個部下 尤其是在甲鐵城抽血那部分 看到的其實 對首方眾的 我想大部分人 或者其中一部分 有一部分人 是為了忠於美馬 他可能是 你可以解釋成什麼 當年九州一役 殘存的人 跟美馬有同樣的目標 還有一班人加入的原因 就是什麼 因為你強 強 就等同於權力 當他看到一個人 跟他老婆求情的時候 說 我捐滿他那份 接著 那些人 那種就是什麼 那種控制 那種權力 突然之間膨脹到 就是什麼 一份不多 三份 這樣才夠數 就批死你了 那些人是什麼 那些人是什麼 藉助權力 制作強 這種東西 去欺壓下面那些人 所以其實 美馬這個組織 當然 我不知道大河羅 有沒有寫得這麼深 但是叫做什麼 他這個組織 其實不是一個 意志很統一的組織 而很簡單 美馬那群人的 復仇 他要推翻 而復仇指向的 就是推翻最大權力中心的 他老爸 而另外那些人 求財富 求權 推翻他之後 我就有力 我就可以權力洗牌 我有機會 成為這個世界的 其中的一個山寨王 所以其實為什麼 這個故事 有時候會講這些 弱弱強石概念 講得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故事 有段層在這裡 講了兩個弱弱石概念 給你聽 一開始 新區那些弱弱石 當然是說 當年我沒有能力 我保護不了我妹妹 所以他就要變成卡巴內 他就這樣 但是現在就是 我有能力 我要研發我的武器 去打贏 那這些就是弱弱石 為什麼我說他沉死 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主要是因為 沉死都是那句 死是死在強者手上 其實他一直生存 生存到現在 本身的性條就是 要有強食 就是要堅強 要不斷無畏地前進 在這個弱弱石的世界 生存下去 假如他比一個更強的強者 打贏 他是不害怕 他是覺得 OK 這件事適合我的性條 只是我不夠強 我贏不到 當然他最後 其實 最後那個情況 是挺控制的 最後那個情況 在男主角落下的情況下 他竟然打輸 的原因是什麼 無名說了一句話 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弱者 都是我們生存的方法 什麼 互相扶持 兩個打你一個 這個是真的 其實這件事 有對回 隔鐵城 整班人全部都沒什麼用 大部分時間 但是第六集 還是第七集 當兩個男女主角落了一欄的時候 是隔鐵城 那班童門救回他們 他想展現 弱肉強食 但其實什麼 我覺得他做得不夠 你可以說美馬那種 他那種所謂的強 其實是什麼 就是他那種強 是放棄一切的強 就是你可以說 叫做什麼 傳統的王女主角 是走歪了路 就是什麼 認為放棄一切就是強 而 身軀那種強就是什麼 他那種強就是 其實不是他能力上的強 是他的心體上的強 你是不可能叫做什麼 就算你擊倒了他的肉體 你都不能夠擊倒他的意志 那種的強 身軀的確是心態上贏了的 不過我會覺得 他其實追求的不是這個法則 他是想證明這個法則存在 他用他自己證明的法則存在 所以 為什麼我說他犧牲 他死是無所謂的 他死就證明了這個法則依然存在 只有他死在一個 比他更強的人手上 不是 我覺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點詭辯 這個位置 他死也好 不死也好 這個法則也很痛 但是不一定 他就要證明這個東西存在 你不證明 假使 我這樣說 假使沒有這個人存在 整群人全部歸縮在一個地方 狗扯偷生 不會證明這個東西存在 因為這個位置也在說 他不是在這個故事裏面 展現出不同的強 因為其實老實說 如果在這個故事裏面 有什麼不同的強 第一種強的 就是 男主角裏面 他心態上的強 即是他的心肩強 第二種強是一種團結的強 是隔壁城 隔壁城那個位置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所謂的團結強 因為他做不到就是 就是這幫人齊心合力去做到一些事情 或者去挽回一些局面出來 還有一種強的 美馬他那種放棄一切的強 其實還有第四種強 第四種強 就是他爸爸那種強 你不可以否認 他爸爸雖然這種叫做歸宿 但是他確立了一種制度 這是一種強的表現 即是現在那個所謂的弱肉強食 簡單之言就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所謂叫做什麼 我不妥理的理念 我不認為這種是強 而我嘗試就是什麼 只要我能夠打垮你 就證明你不是強 那這裡的解釋就是 其實他在變成有些很模糊的狀態 就是什麼 是不是這種世界只有一種強 即如果你用回 美馬剛才說求死這個概念 他最終死在身居手上 那變成結論就是什麼 這個世界只能 即是是不是心強就大了 如果要說的話 我受到最後一個故事教訓 就是你一個人多強都沒用 就是這個愛與力量 就令到兩個人 夫妻合擊就加上了美馬 即是Love Love拳的概念 對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告訴你 其實有一點點是 我不會說是否定美馬的概念 但是打破了美馬的思路 至少就是 是不是一個人拿了所有的力量 我踐踏到你的所有人就贏 其實不一定 我的人很不明白 即是 討論如果是不斷說 他要相信他那套概念 美馬很相信他那套概念 你這套概念 你可以說的 你不一定要做的 即是我覺得 你都很明白 如果你作為一個大佬 即是我不管你作為一個老闆 也好 或者作為一個領袖也好 你說那套跟你做那套 未必需要一樣 我知道 樹齡是很喜歡一些言行一致的人 但我覺得 如果你作為一個組織的領袖 你真的沒有需要和別人單挑 去所謂實踐你的理念 這個不會成為一個單挑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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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 其實他自己 即是他自己內心的一個堅決 你就當是 怎樣這樣說 你就當是他本身 不是當是根本就是 我覺得 即這個本身就是你馬 他一直以來生存的 他支持他生存下去 對 一種革力 他沒有這件事 他怎麼可能生存到今天 我或者這樣說 這個位置 其實他缺少的一部分 是什麼一部分 就去九州 回來 其實我覺得他少了一幕 九州 可能浪費了半集時間 就是他怎樣在九州裡面 排除萬難回來 其實不是浪費半集 我覺得你應該 隔鐵城歸隔鐵城 然後又尾馬轉歸 尾馬轉 應該是這樣 尾馬根本是足夠 尾馬的故事 可以足夠開十三集出來 跟著主角插一條 腳過來之後 解決這件事 是可以這樣做的 本身其實尾馬 就是一個 比這個男主角 女主角更加有 就是有這個 有這個 背景的角色 更加有 他本身有更新世界 你想想 男主角其實也是一個是堅強 堅強的角色 我也見到很多 女主角基本上 心裡面什麼都沒有 被人嫁壞了 兩個人加起來的分量 都不夠一個尾馬 尾馬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你想想 何時會有一個老闆 是會流汗的 他是一個很有人性的角色 他會懂恐懼 同時 他也是用了一件事 我告訴你 這件事為什麼不正常 就是這麼不正常 沒有辦法 因為他人生就是這麼不正常 你想想 一個年輕人十二歲 被人丟在這麼頑劣的地方 還可以生存到十年 他過的什麼生活 其實你說 他會不會去做王 什麼什麼 我覺得想遠了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他本身已經是一隻 卡巴尼爾 他根本已經沒有很多權力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類 甚至乎在這個病毒 都不是一個很完整 知道清楚的情況下 他自己連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 他怎麼會追求這麼多 100%一定的 第一件事是復仇 他很討厭他這個老闆 他覺得這個老闆很軟弱 他的老闆很餘弱 很肺炎 很恐懼任何事情 所以他會去殺 這個老闆 這是肯定的 第二件事他也很討厭這個人類 但他對這些人類的復仇 究竟有沒有一個教育意義 我不敢說 到最後 他看到男主角 他覺得男主角其實是很吸引的 這件事不是我說的簡單 方木鑑多他自己有回應過 他說之所以這個美馬幫他打藥 是因為他由看到男主角開始 他已經覺得男主角很特別 他的精神很特別 所以他會為他續命 這個不是我單止這麼說 方木鑑多有這麼說 他之後有說過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美馬這樣做 全部都有原因 他要貫徹他自己本身的人生 一直以來支持他的概念 其實他不是想著貫徹 但問題是 我人生一直以來的教條就是這樣 我十年以來經過的事情 我每一天生活所見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他只會向這個方式這樣走 跟我們一般人想的方式是有些不同的 我會這樣說的 剛才說話大體上沒錯 就是美馬一直以來的行動 有些人不會有問題 或者是對他的行動會有疑惑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 他跟守方眾的互動裡面 其實你看到就是 他有很多就是 你解釋不到 就是跟他的理念 也都會有相衝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叫美馬轉 我都說一定有美馬轉 其實我覺得美馬 美馬也是聰明的 他唯一一個草跡 老實說他帶得軍 廢極也有個譜 就算你說他不厲害 起碼也中容 我想他運用人心的東西 他會懂的 即是他的組織本身裡面 究竟存著什麼思想 我想可能 是他自己可以做一個故事出來 而你也未必知道 但我覺得說 作為你說整套革節城裡面 OK 我要怎樣去掩活 美馬這個角色 他要有一段回憶 講回就是美馬 其實很短度 甚至不需要半集 他怎樣去生存 還有就是 他現在的組織裡面 有什麼人陪他 因為其實老實說 那幫人 為什麼願意 犧牲自己的生命 都在所不惜 去幫他去復仇 這個位其實是詭異的 因為復仇是一種很私人的行為 除非就是說 他老爸 贊落整個街數 個個都和他有仇 個個都想殺他的 這個我反而覺得 你真的要找那個理由 就不難的 治療軍最喜歡用的 或者是優等人類論 或者是優等人類論 或者是告訴你 我們無具餘的群 才是適合在這個世界 生存其他都是廢人類 我們要殺殺他們 搞定 明白的 有些事情 你是必須要講的 因為你不講 這個位置就是模糊 模糊的話 人們就認為你沒有想到 或者你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這個位置我覺得 是決失來的 這個位置 所以要明白 所以你現在記得 列方仲者的印象 就是他們穿得比較潮 但不像美馬那麼潮的 一群戰鬥人 沒有其他理解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個性 他們不知為何做出來 但做出來之後 我不覺得有時候 你不是真的要一個人 很精確地去解讀你裡面 一些心態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 是你需要講到明白的 除非你那個叫做什麼 你那種演繹方式 你真的能夠認人 會有那種傾向思想 你是不是做到這麼高 但我不覺得 現在這套東西裡面 是做到這麼高 是難一點的 美馬很難代入 是因為他始終那個背景 令他 引導他的思考方式 是有些奇怪的 所以你說一般人 去代入他的角色 很難的 你不會在他的世界裡面 我自己 其實傾向他殺了他爸爸 搞到整個城 一團糟之後 其實他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典型那種就是什麼呢 為復仇而身的人 當你達成了復仇目標之後 有些角色經常說 你不要去復仇了 復仇之後的世界 都只不過是一片空虛 他現在就是演繹了那種空虛 寂寞和洞給你看 美馬這一個他只是作為一個什麼呢 大何內北下一個 一種風格 做出來他好像是一種 很有理念 很有他自己的一號 甚至人們會覺得他很有智慧 但不是 問題在於是 其實他不停是什麼呢 他是恐懼同伴 他恐懼一切的東西 他自己其實也在恐懼 只不過他口說自己是什麼 我不恐懼 他不斷堅強自己 應該說我不可以逃避 我不可以逃避 我不可以說他是特別恐懼 但他是一個普通人 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然後想復仇 遇到很多東西的時候 他是沒有Pan B的 他真的不是一個大魔王角色 因為其實他不是IQ180那些 他其實可能是110 所以他的Pan 老實說是沒有Pan 甚至是 我的計劃就是 沒有計劃 按了個按鈕 不要緊 打了才算 欸? 畫都刺到面前 劉迪漢沒事 因為這些界閣零碎 就是因為本身在甲烈城 萊西和川普這班人 會去金剛屬那裡 是一個巧合 不是美馬令到川普 他們的城淪陷 是他們的城自己淪陷 所以其實美馬那裡 是不是有個計劃呢? 因為老實說 他要接鬼去那個城 其實他那條路 也是馬上想出來的 他不是說已經計劃好一切的了 其實我已經預估到 這個城的人 最終他們會去這個主城 然後我就 只要貼在主城那裡 就一下子都搞定了 所以你想他講一幕 在車廂裡面 跟川普在聊天 就說利用川普進入那個城 你心想 川普你講得挺有道理 但是扮一下 我知道這件事情 嗯 你講得很好 就是聰明的選擇 其實心裡面想 川普你真的聰明 其實我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撞手神的 正如你所講 你會撞到川普 其實沒有估計過的 或者這樣說 美馬是一直在找機會 去怎樣復仇 但是究竟怎樣復仇 他其實是不知道的 不過老老實說一句 我真的覺得 這個不是很表達到美馬的性格 而只是純粹在編劇 不停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那件事情 雖然一個事件 或一個推動的話 就找這個機器給他去 這件事 表達就一定表達不好 是雜數不夠 這個是肯定 二來其實 我經常都覺得 戴河內 有個特點 就是他很懂設定那個人物 但是他不懂得怎樣表達出來 老實說 你不代入去 你怎會知道美馬是這樣想 你只會覺得 他經常都掛著那些什麼 你真是軟弱 所有大魔王都是這樣說的 你真是軟弱 你真是 我處於警戒 你整個人都炮石下去 大家都要這樣說 你怎知道原來這些 對他有特別深深的含意 即你不去代入他 是會不明白的 這個也是我們 早在新翻的時候說的 就是何內 是懂設定一個角色 但是不會演繹一個角色 尤其是有內心深度 他有什麼過去也好,智慧也好,智謀也好 你要演繹一個這樣的人,大喉羅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演繹這個角色的 這個是整個甲子城裡面最大的問題 他就是為了一些固有的情節 在他心目中覺得我一定要整幕爆,一定要整幕毀滅城牆 怎樣毀滅城牆? 黑煙這個所謂的罪惡體這件事 根本上是一個搞笑的設定 他是一隻Balhasa的追跡者,或者心口 總之會吞噬其他的病毒,令自己變得更加強 但是他們那種吞噬是什麼呢? 我黏著來,有一個瓷射,黏著,黏著之後 黏著之後,他們在某個位置還會射這個死光炮出來 正所謂,一隻不夠勁,有沒有少了一百隻的意思? 正如說,生物很奇妙,Bioigy,多好啊 是不是很美好呢? 這都是Pokemon那些什麼三合一慈怪,或者是三頭地鼠 那就變成一隻新的東西出來 更加不要說,為什麼只是女性卡巴內納可以成為黑毛? 男性就不會,而男性追加的設定就說 男性不能打的,男性打了之後,你就死了 然後我的問題就說,阿博士你有沒有問題呢? 那些女兒都死了 然後,OK,打完之後,打完之後 他發膠章,之後發覺原來不用死的 對 而接著,最有趣的那件事 因為本身應該說,搞到美馬去到後面那裡 會有些不看不看的,就是什麼呢? 他在部下,突然說,我給你一支白膠章 然後問題就是什麼呢? 他不是給他一個盒子 給美馬就說,我現在給你一支黑膠章和白膠章 那你不行的時候,就記得打黑膠章 戴完黑膠章之後,記得打白膠章給自己 讓自己沒事,他純粹給他一支白膠章 然後我的問題就是,你給他一支白膠章 但是,很顯然就是你一群人根本沒有計劃,他夠無名 那那支白膠章拿來做什麼呢? 不好意思,其實原來是一對的 黑膠章給我打了 他不能這樣回答你,回答你被人斬頭 當然不行,傻的 他說,剩下一支白膠章,拿著去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會覺得 喂,美馬你做什麼鬼? 那支白膠章變成什麼呢? 我是為了什麼? 我沒有辦法,我最後又不想身居死 但是沒有理由無緣無故 因為這樣說,我又不是像guilty關那樣 可以給你紅線,然後給了一條命 那這次我又想兩個人一起生存 那怎麼辦呢? 那沒理由,你又不可以把廣幕變成什麼呢? 美馬遞一些紅線,劫他一身去 所以他佔了他之後,然後命續了 沒有啊,這個是夾鐵成RPG來的 即是美馬打贏了美馬BOSS 你得到了白膠章 你就可以夾鐵 就可以入sue man了 你不要說,你一說不說 一說起guilty關 美馬來的感覺就真的很像 不過,你最後一集突然間 火車撞在新區那裡 然後一下子又坐出來 又是guilty關? 你看到新區那些結晶化很明顯就是 大河內在這些演繹手法上 他擺脫不了自己的一些風格 OK是沒問題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風格 但是這套風格 我覺得不是你慢用的 這個跟director有關係 我反而沒有所謂的 你真的喜歡這種風格 你只是告訴他你很厲害 其實你就是想表達很厲害 師傑在帝國那時候也是結晶化的 不過也是結晶化的 你只要覺得你很厲害 那你不是結晶化 那我就知道你很厲害 要是你做病毒 要是你很厲害 那你兩種表達了 對就沒問題 不過說起 我們一開始講新版 有大河內三法則 第三法則 因為劇情需要 以及劇情有轉折的關係 不惜犧牲角色本身的性格 我覺得暗無明 這個悲劇在這裡 他完全是犧牲了他的性格 就是為了出現很多性格 其實到最後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性格 他就是一路被人誘導 他就是一路被人誘導 其實他是地價壞 你想想一下 他是一個十四十二歲 妹為什麼這麼喜歡十二歲 我也不明白大學內 就是特別喜歡十二歲 這些關鍵位 總之他一個十二歲 妹你覺得他有什麼思想可疑 那就是 他就是知道 他以前小時候 媽媽被人殺了 然後他就出來救他 然後就告訴他 你自己要堅強 你自己懂得怎樣做 於是他拿把菜肉刀 當然 無明對這個 無明對這個 無明對強勢 他都很刻骨銘心 你見他頭幾集 其實他都很正常 一些廢的人 或者一些弱的人死 都沒有辦法 對不對 因為我強 但你發覺後來 到他慢慢 他經歷多了 他跟一群同伴多了 他在乖國旗式 他放棄不了這個 他就會開始 和緬馬區的思想偏差了 所以才會導致到最後的結局 當然 大學內 是叫做畫面 和爆點 先走 好像最後那個位 有幾個位就是 你是完全不理解的 以前我也跟我說過 我明白的 如果這個關鍵裡 最後的塔塌 是因為那時候 是結晶起來 而結晶化的力量消失了 所以坐塔塌 但是最後就是什麼 郭二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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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他們衝出去的時候 無緣無故一條路軌爛了 我會說 好像無關的 不過 你叫做什麼 所謂的固有情節 公路片固有情節 這是荷里活大片式的 打完在野又不倒 米庫被式的爆炸 你正常 好知也一百億起源在野 最後不倒了 是氣酒店嗎 我也是 那倒了去 你明不看那些觀眾不看到那個露鬼不爆咒的葛登 你看到他爆咒的時候你就知道 對啦 完場啦 要拍那個人要走啦 高潮啦 爆谷吃完了嗎 還沒吃完咬了幾口 就是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你不扣除這些東西 例如這麼說 我會覺得一季時間其實不夠 不是很夠 這個是真的 不過這些很多動畫的通病都是這樣的 不過問題是他不夠 可能有些時間是浪費了 可以用在一些解釋事之上 例如說可能是刻畫一個人物 諸如此類 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是對整個最反感反應的這個部分 就是在第二 第三 第四集那些 對於懷疑男女主角是這個怪物 然後那些老殘的MVC 露魂甲月炳 就不斷去又出言 又出計 傷害他們 去排斥他們 甚至斷他們的車卡 諸如此類 其實這些東西我明白 人家有知 很明顯 我也不知道你是怪還是人 我怕你是正常 一集是這樣 兩集是這樣 三集是這樣 什麼都夠 是不是 就是這裡說大大話 四五十分鐘 你可不可以用一點時間 抽出來 不如你只是一集說這些東西 說完 我也救你一次 還要救你二三四五次 你要我救你多少次 不如我救出一季 即使是要面對ď goods 露魂才要來那個 美馬傳 其實這些東西可以多做 我這樣說即是 這是因為本身的是什麼 其實十二集的系片裡面 每一集都在滿足 fotograf東西 有些畫面需要 而這些畫面需要 他要做這些畫面需要 所以他要變成所有劇情押後 不說 或者是做完一次 我要做多一次 因為你如果做了的話 那我就沒有那個 那一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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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某程度上就是 回應著 薯先生說的問題就是 他每一剎都要做些東西出來 他是沒錯 他是因為為了serve這些鏡頭 而變成就是什麼呢 夠了一次 好感到加一 再夠一次 好感到加一 大河浪是不會死這件事的 大河浪 大河浪一直來講就是 他要寫到這些東西就是什麼呢 他唯一叫做寫到的 Charlie 路路修洗了他的記憶 那一幕 那裡他做了就是什麼 因為他之前要大量時間去創作 短時間裡面 他為了滿足這些 他根本自己是沒有能力去寫到這件事 我可以給你這個解釋 因為大河浪裡面 任何的短劇本 他都是犯了同一個人的問題 他從來做不到 可以用到一個所謂叫做靜態的 將力去表達一個畫面 而最容易是 一些荷里胡式的爆炸 然後打 然後一下射過去 這樣都是最容易處理 你可以說什麼呢 沒錯 他真的可以有其他選擇 但是他想不到 討論一下大河浪 Michael Bay的問題 其實呢 我覺得 你們說的 大家的focus位 是有少少不同的 即是樹齡說的 他要求一些 trailer形式的畫面 我要求是他做了trailer形式的畫面 即是你所說的就是這樣 但無懈是一個劇情需要的東西 但劇情需要是不能當trailer用的 例如什麼 如果你說性質是似的 例如說 他不知道第二第三集 他最刺激的畫面 就是推倒特朗普 推倒特朗普 要做一個trist 放在尾部 你說第三集 可能就是戒手放他那個位 即是他需要的是這些畫面 但是無奈的話 他這些畫面就要分開做兩集的trist 他就不會放在同一集裡用 他就覺得好像不夠位 那還不拖搶這件事 第三集應該是刺激虎先的 刺大到火開心 興奮 但何來第四集 戒手的 整班人都喜歡戒手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沒有辦法 這個橋段 可以很濃縮很精湘的 一集裡面 神詐 我知道你們想說什麼 我雖然說這些可以 你自己劇情編完之後再遷就 畫面是你加上去的 所以我不是說 我也是回答你那個答案 他想不到 他想不到 即是你三集的東西 兩集做完 我當你一個畫面扣起了 不要緊 那你跟著那集 你更加這個畫面 沒有很簡單 喂!你美馬轉 四十萬大軍死了 這個畫面夠不夠厲害 是不是?夠厲害 這個畫面不能做嗎 都做得 你不加上去 你想不到這部 即是說很簡單 其實這裡的激論 只是導出了一個結論 大陸不行 在這方面不行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劇本的構成又不是差 即是 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這套東西 其實就真的不是差 但是 你會變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解釋不清楚 一些觀眾 他也不會去深思 那很正常的 喂!大哥 我聽動畫為開心 你第一個感覺 給我不到這個思考 即是你給我想不到 我理解不到它是正常的 他不夠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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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腳本 這個問題在於 不是說腳本本質不好 而是 現在出現的是什麼 編排手法 以及他的風格 引致到 他的作品 大體上 全部的作品都是 你可以概觀而論的 在現在 除非他買 他買 未來不久 將來 他突然之間 老老修一廢是OK的 沒有這樣 老老修 搞醒 正正就是 當年他老老修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他每一集都是新的劇情 每一集都有一個爆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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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第一集 第一季那麼好看 即是他現在做不到就是 我每一集都要放血 來做高潮 就是玩那些血腥畫面 老老修說不定 就是十年無一劍 是的 接著他現在就是 他可能是他珍藏的故事 即是說 老實說 我 大家都要整件事 不是 不是人人 不是人人 都是說 他有很多負愛 大家都會有 鋼狼才盡的一入 還有 有些 我覺得這樣 當然也不是太好 因為始終老老修玩的是 玩謀略 你說如果老老修 他的IQ都放了八卦一部 就不好看 而問題就是 現在的IQ都不是特別高 連魔王的IQ都不是特別高 你又怎會覺得 他可能未能發揮到大海內 他本身的構思能力 而加上他本身描述人物方面 分配時間方面的技巧 又不是太好 那就變成了 我就算要去理解唯一一個 需要理解角色的尾碼 我也要花很多時間 甚至要倒入他 我不是同志要倒入他的 其實應該是 我看完電影 你應該已經帶到思想給我 或者大家這樣說 其實我會這樣說 我要澄清一件事 Cookiers裏面那些不是自謀 那些是特殊能力 他所有的所謂 大家說 好厲害的自謀 就是什麼呢 惡眼 你聽我說 是這樣的 然後那條人失陷了 然後有些人說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樣 是那些位景 其實我一直都說 我一直都強調 最後一件事就是 大河羅是不會寫自謀劇的 他偏身是中愛這一類型的角色 他無論就是 你說美馬 他是沒有這個特質 但美馬是有這樣的形象在 不過說真一句 其實剛剛說到最後 我覺得最後一件事就是 如果剛剛你也說到 頭一季 卡巴內里的故事 頭一季 美馬的故事 很沒問題 一開始頭幾集 要說這麼多卡巴內里 我本身覺得是很沒問題的 因為這套 叫做夾子是卡巴內里 我打算是卡巴內里的生態故事 我打算是卡巴內里 我打算是卡巴內里 第二第三集 當時引起我幾大無限的想像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簡單一句 你是把這套 第一季拍成好像Walking Death 那種感覺 你說BOSS 最終BOSS打什麼 就打你的融合怪 黑毛 你最對的 又是大怪 其實老實說 他知道 第六集的時候 去到那個城市 打那隻 黑毛 其實那一集我覺得還可以 可以處理 你真是以你弱小的能力去打 每個人都有出過力 大家那些 耳打的廢柴 也有做過事 這些就是你解決中的問題 但你不需要鄉無雙 最後一幕還坐火車 好像大結局那樣 這些就是你可以放在最後一集說 如果反應不錯 其實老實說很難差 你其實做得正常 我也說 就是加上一切的外在因素 他是很難說 他可以拍一個很簡單 很簡單的動作片 就可以解決 甚至就是什麼呢 甚至就是你想去延伸下去 就是什麼呢 你想做一些深化的設定 很簡單 就是說 跟剛才阿鏡輝也說話 我們在這個故事裏面 我們就做這個卡巴內與卡巴內里的生態故事 其實你第二第三集 他一定是滿足這件事的 他講得很好 因為卡巴內里就是夾在人 和卡巴內里中間 它兩面不是人 其實他那時候的描寫是非常到辱的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其實你拿一個故事 12集 就是卡巴內里的故事 美馬的故事 其實你可以經常開到失的作品 其實美包的故事 一定要卡巴內里的世界 所以你第一季沒有問題 就是雙主國 雙主國 甚至是一個故事 都可以 經常看的 雙主國 所以你第一季 你第一季 收得很好 其實我覺得 在鄉季沒有問題 但是你大家對於明白 就是 他接下來已經是馬上開 這個所謂的電影 或者劇場版 然後就是總雜編 總雜編 就是說 坦白說 如果你現在立刻拍一部 劇場版是什麼 隔夜成的卡巴內里 是美馬轉 我立刻上去看 我自己猜一下 我自己猜一下 為什麼他現在會拍成這樣 第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籠給了你 他設定了一個籠 就是一個喪屍的世界 我又不想喪屍隱瞞 就整個隔夜成 在這裡 以他明明很有型 但是搞完之後 發覺 糟了 我原來沒有主線 我也要弄個魔王出來 於是 就設定了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其實也很淒涼 他是用藥又強食 這個字 支配他的思想 但是這個角色 怎麼塞進去這個故事 好像有點困難 還要是一季 不要緊 都塞進去 結果就變成這樣 把這個世界卡食的東西 他放在隔夜成裡面 就是現在的隔夜成 其實你由那個故事 卡食的男主角 卡食的女主角 卡食的魔王 卡食的NPC 都不卡食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像魔王 他真是普通人 你不要這樣 他很淒涼 其實他連隊Crew都是卡食 或者Standard 不要叫卡食 他將一切叫做什麼 一切卡食的東西放進去 而就是什麼 他放的量太多 令到卡食的東西 連最基本卡食的要求都符合不了 就開始一個比喻 把所有材料丟到碗湯裡 但是沒有考慮過配搭 最後就是奇怪了 就是煮一些種 類似的情況 類似的情況 太多次發生了 麻枝那些也好 到這個也好 雜數不夠 大家其實這些編劇要學會 雜數不夠是可以不用寫那麼多 不要雜數不夠就塞進去 因為這樣說的 其實日系裡面 無論是電影也是一樣 也是很多的編劇 我覺得是不會做取捨 或者是不會做取捨 或者是不會做取捨 完全是 大家是不會叫做 怎樣去砍 即是你說歐美是不是砍得厲害 不是 但是日本這個問題 是更加嚴重 最慘的是 麻枝也算了 麻枝真的以前 玩可以寫電腦遊戲 喂 大海內你是做開動畫的 是 你以前拍52集 之前拍26集 現在到12集 可能你不會拍 但你也要學會做一個 專業的編劇家 對不對 最終回憶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你的腳本 我們要解讀到 就是你有多有深度 而是你怎樣去抉擇 給觀眾去看些什麼 這個才是我覺得 你一個成功的腳本 很簡單 我也是說 這個世界現在不是沒有先例的 我也是說 在這兩年裡面 我覺得寫得最多的劇情 而可以最多的東西演繹出來 那一套是叫吉祥明 但是別人成功 他也是只有12集 你還要知道 第一個是做什麼 其實他只有10集半 依然能夠寫到 他還要寫什麼 寫那些題目 不淺的 他這些才是良心 他這個真是良心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我一直都在說 是能力問題 不是他想不想的問題 他想他有很多東西可以想 其實我又覺得 不是那麼差的 不過最壞的是 他經常都先行完之後 就跟他說 哇!下集真的好好好看 我看到第三、四集已經開始 很反感 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三、四集之外 其實都不差 但又不是好好好看 我聽到他講 好好好看 我反而覺得是有問題 應該可以每一集都是這樣 這也是兩個演繹 自我感覺良好 第一 我覺得是不差的 但真的不是讓你說得那麼好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 他知道不行 但是他都要掩著良心說 他好行 我覺得很open rise 我只是覺得 沒有 知道他壞了什麼 不過 你知道壞了什麼 你改不了 就是幫你做 沒有啦 最簡單的說 我不會幫你老保你做不到的事 我依然跟我以前說 我是沒有必要老保你沒有做過的事 他是一個大作 但是他做不到大作應有的水準 你可以說在作畫方面 其實也確實是 這些不應該是壞的事 不是很難說的 作畫的東西壞 有什麼搞不奇怪 至少那些東西很容易沒得生 但場面真的做到爆炸 很漂亮 這些是值得讚的地方 有人物可以處 但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很多人說的一件事就是 什麼 沙要的作畫 我完全不是 沙要的作畫 這個我們經常動畫都說的 作畫就是最辛苦的那個 劇本那些人真的可以 老吹一個故事就叫你畫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跟 所有設計行業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說 沒有的 你一定是格級戰犯來的 沒有人不會把責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一定是推到你身上的 因為credit是你拿完 而獲得的話一定是你拿完的 而最慘的內容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學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 他經過了幾年再磨一劍出來 這把劍 都是一把垃圾 他說什麼 他用了一些 我用了被銀級的材料 做了一把鐵劍出來 把劍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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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我都知道你用一把槓我找一把菜刀我都扔到木 你切蛋糕給我看更好 大家沒有期望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我可以切丁書丁多一點 所以就不幸不壞啦 他幸好 金貴很多都比他壞 只要撿回身材啦 要是大家期待值高呢 那有些人就覺得 老實說大家期待值就不算很高的 不是的 一開始很多人期待值都很高的 你不要這麼說啦 其實是期待的話 不是期待那個故事 那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是兩件事 一個人啦 對於劇本大家抱著 我最少是我識花生的態度 大家抱著什麼呢 大作叫做人大 他們又說 差極有個普通吧 這樣的程度 那也差極有個普通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呢 這裡就是Batman vs Superman 我覺得有好少少的 我給他一點 credit 有好少少的 你是Batman vs Superman 還是這套 這套好少少的 不過沒有 這一季最後大家談論 好像去到這個 從另開始世界都沒有人說 還沒完 那也沒完 我也是說一句 他今季叫做 你不要管銷量的東西 就是其他東西 救了他一命 今季是差的 又比他更加差的作品 我實在說 有時候這些東西 真的是看時機的 如果你當季有到好的話 是所有東西都黯然失色的 其實是 雖然他的銷量 反映給他看 他真的黯然失色的 不過另一件事 就是今季銷量裡面 他算是好的 因為今季全部都不好 不過萬 其實大作品要過萬 你要明白 只要你不說相約 本季排名第幾名 不過都已經 可以承受一下 不過罪惡王冠和革命機 都不過萬 是再次不過萬 已經是這一套 所以都挺醜 那如果你的三套 是你我覺得這套好一點 我也是 我也是 那兩套給我 我覺得這套好一點 但如果你說畫面下過 革命機好看少少 有鬼用嗎 不知道說什麼 那套更離土 不要這麼說 應該說這個校園家家就 真的受不了那套 那套不要說 或者 小朋友的世界 你明明是 我真的不理 而我 只會說 大俄羅已經 在這個位置上 我覺得他真的脫節了 即使我 即使你 究竟你寫了幾個心理 其實有時候 很多人的想法裡面 都有很多很棒的想法 但你不是要我們 跟你做心理治療師 那樣說 大俄羅先生 你今天怎麼樣 我現在給你一幅畫 你看到什麼 我們不是要這樣幫他做 心理輔導式去解讀你的故事 解讀完之後 才覺得你正 這樣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已經很努力 捐進大俄羅的肚子裡 做了一條蟲 剛剛這集記做的事情 其實 對美馬這個角色 老實說 我覺得我和毛鞋 肯定是解讀過度的 有一點點 大俄羅有沒有想到這麼深 其實我不知道 我也是那句 我也看不覺得 是你們覺得的 但是 他說 他可以演繹的東西 他在劇本裡面 蛛絲蠻蠻色 他給得出來 我們都已經想得出來 好老實說 OK了 我們今天 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